弘仪大师 印光法师论药师法门 作者 一鸣 当前 修弥陀法门 念阿弥陀佛的信众很多 而同是净土的药师法门修者极少 有的佛教信众甚至连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圣浩文所谓文 真是佛教之碑 本师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 晚年讲药师琉璃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将向法转时的诸多问题反复阐明 更让人痛心的是个别修弥陀法门的人 就有抵触药师法门的现象 既不知药师本院 也不知广博多文 更不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需的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 还美其名说一门深入 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够了 当代高僧弘异法师 印光法师慈悲魏怀 魏药师经版留下的文字 足以看出两位大德对药师经的推崇 一 弘异法师当年达佛学书局一封信 成前绘书 魏今药师如来圣诞 才一别堪行专豪撰文以为提倡 尽多忙碌魏辖撰文 锦桌献如下 已被参考焉 于自信佛法以来 专宗弥陀净土法门 专宗弥陀净土法门 但已荡讲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 讲此经时所最注意者三事 一若犯戒者 文药师名号已还得清净 二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未定者 得文药师名号 三线生重重厄南西的消除 故意劝朱姿素应读宋药师功德经 并执持药师名号 而于求生东方净土流离世界之文 莫吉祥侍卫为别备一击也 金者佛学书局朱贤 玉红洋药师圣典 提倡求生东方圣愿 大心圣可钦佩 但依捉献 唯可普劝众生诵经 持明 至于求生何处 以任其自然 亦可发心诵药师经并持明号 而与本愿无为 因经中为求生极乐者 命中有八大菩萨事录 又东进一本云 若遇的生都律天上现弥乐者 亦当礼净药师流离光佛 如是则范为甚广 可以群积并欲以略臣捉献 敬起由以教之兴慎 二 印光法师 净土法门的第十三祖师 大士至菩萨再来 要师如来本愿经中刻拔 佛与众生心体是一 而心之相用则天渊玄疏 由相用玄疏故 其所受用者 亦付天渊玄疏也 佛则为以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度脱众生为怀 冷无人我彼此之心 纵度尽一切众生 亦不见能度所度之相 故得福慧俱足 为是坚尊 众生则为以自私自利为是 虽父母兄弟之亲 尚不能无彼此之相 旷旁人世人忽哉 故其所感业报 故其所感业报 或生贫穷下贱或堕三途恶道 即令借善缠定自修的生人天乐处 但已无大悲心 不能直气菩提 以至福报一尽 仍负堕落 可不哀哉 事则为玉利人者 正成就其自利 而为玉自利者 乃是所以自害也 要师如来本愿经者 乃我世家世尊 敏念此界一切罪苦众生 为说要师如来因中国上 立生之事时 为究竟离苦的乐之无上妙法也 众生果能发慈悲 喜舍之大菩提心 受持此经此咒及此佛名号 推其功效 尚可以豁破无名 原成佛道 况其余重重果位 重重福乐乎哉 然在佛心故欲以无上决道 全体受予一切众生 而众生至有浅身 故不得不随其所乐 令彼所求各各如愿也 须知要师一经给予佛号 并其神咒 即是家要师所得之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凡至承受持者 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也 故玉林秀国师常持此经 及此佛号 以示禅教滤镜之总持法门 故受持者或生境流离世界 或生极乐世界 呆至祸破烦情 原成圣志 则直气济光 东西俱敏 而赴东西利然 随愿往生 则与弥陀 要师同归密藏 是明诸佛慎身行处 圣聪大师 以心安和尚所书之本 刻板流通 欲令受持者发起正信 其简明已告知 又此经系唐玄藏法师所义 其八菩萨淡举其目 未彪其名 说咒一段 又负缺略 后知之时 欲令经义完全 故依欺佛本愿经 添入说咒一段 共四百二十八字 依灌顶第十二经 添入八菩萨明 以三经原是一经故也 须知在息 备业为蜀抄写 或有遗亡已至 一文全缺护义 后人添入身祭佛心 故诸著者衔接宗之 恐以藏本对孝 只生一律 古略书缘起 以庆完毕云 民国十一年人数冬月 古身常常愧僧 是印光紧传 反复读诵以上两位高僧论述 莫学大汉淋漓 崇敬两位高僧的慈悲度众生之余 更惭愧自己的无知 只感觉要师法门与国家建设和协社会的理念是相一致的 也感觉在弥陀法门盛行的今天要师法门之之者甚少确实是众生的福报不够 于是想致力弘扬要师法门 而对一些已修弥陀法门的人对要师法门的误解以及让更多的佛教信众都能闻到要师佛号方法不多 知识有限 金蒙佛利加倍 莫学看到两位修弥陀法门的大德的论述 他们早就将此问题讲清楚了 故发出来 让大家共享 HTTP 冒号 斜杠 斜杠 毗5.swift.tw 斜杠 mr 斜杠 article 4 斜杠 四四八一二.htm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